目前中超积分榜中 上岗不能和国安位列中超三强席位 不能和上岗依靠稳定的阵容和特色突出的本土球员同居积分榜第一 国安则依靠成功的引元日霸中超长 给其他豪强上演了正确的引元操作方法 此外占据第四名的苏宁也因对内新兴崩发和智帅降临 球队整体已呈现出自成一派的打法 恒大目前排在中超级分榜第五名 但素有联赛争霸的恒大并不满足于目前的成绩 对于恒大来讲 自从保利尼奥离开广州之后 球队已经进入到一种透支状态 拿到17年的联赛冠军 被球迷腐槽为玄学加持 自此便有今年不如人意的表现 不过恒大在下窗期间引进一名重磅级的球员塔利斯卡 24岁的年纪便在上赛季土超拿到14个进球 及7个助攻的表现 塔利斯卡是一名进攻型中场 组织功能也非常出色 虽然没有保利尼奥的前插功能 但他能为球队贡献更多进攻机会 强化阿兰 高林 于看超等封线球员的作用 减少球队中前场不必要的回撤与跑动 他的加盟或许会成为恒大恢复王者气质的关键人物 天津拳剑的表现与换帅 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球队的进攻体系 从卡纳瓦罗时代的防板变化成船空 阵型也随之发生变化 而且外援时有情绪问题发生 更不幸的是作为中超二年级的新生 还有样灌赛成需要应对 种种现实堆积到一起 给了保罗索 萨很大的压力 也让天津球迷一度对俱乐部十分不满 索萨虽然有一点固执 但并不是一块玩石 在意识到问题后 拳剑慢慢改回了原来的阵型 帕托也在合适的比赛中 迎来上场机会 球队的打法也变得开始落地 不再执拥于传控足球 拳剑的改变是可喜的 球队成绩在之后迎来复苏之光 另外还有张维修 这样先于进攻的关键U23付出 让拳剑迎来了更加光明的前途 从拳剑近期的热身赛来看 张修为表现不错 并没有因为长时间的禁赛受到太多影响 拳剑在本赛季也因为 米浩伦与刘一鸣的神经刀措施不少机会 补强一鸣更强的U23 会让索萨赢了更多排兵不战的机会 关键在于 权剑的斗志与胜利也在不断的提升之中 欧洲杯四强主帅科尔曼加盟中超航母和北华夏幸福 同样成为下窗期的重大事件 华夏幸福在佩莱格里尼的带领下 上赛季成为中超第四名 但补强中场引进马斯切拉诺之后 放弃了摩比亚与阿洛伊西奥这些上赛季的进球功臣 再加上坚持无风阵的打法 华夏幸福最终付出惨痛代价 最终科尔曼取代佩公成为华夏主帅 在近期的热身赛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在对阵上海身心的热身赛中 科尔曼启用了九座替补席的董学生 并且成为了场比赛 4231阵型中的单箭头前锋 最终董学生不负心率的信任 在那场比赛中取得一力进球 虽然对阵的对手不是很强大 但变阵之后的华夏幸福 加上其超强的球员配置 或能成为中超下半赛系 形成逆转的一大黑马